老牛叔每年都在基盤中美打致比赛 今年到南町农会的养点比赛 不明参加农民有13位 只要在平心渐渐心者之下 有8位来接规第1改端 这次台头上都是一条外公美来参加比赛 不关是外观、起美和这些口感都差不多 也和平心是很迫分一个关系 岛南町农会基盤游両米的敏感比赛 为丢米的行动规定一直到白汤海 每一行心渐都非常严格 希望透过比赛来提高国産米的竞争力 我们是每一年都有举办的 举办的时候我们就会请我们临近的全部的农友 来参与我们这次的竞赛 让消费者也能够知道说 原来我们透过的比赛可以得到更好的农产品 优质的农产品 米达人这个比赛最主要是要提醒我们农友 这个财博管理的这个所谓 尤其台湾登记以来就是说 我们台湾的米其实没有比赛日本的米 这次比赛当中吃的农民都算得出用 连刷四当得到真传米将的外公米来参与 因为每一层会追准农家馆 因此农姓老师也都是吃牌判断 其实会先看看它的香味 它香味它味道如果说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味道 那它香味会不会让我们觉得说很舒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米饭的光泽 再来就是看口感 那口感的话就是 我们米饭要进去 它可能要软然后要Q 当年农亭等级以来 对了这期提供外公米 竟是生日丢米专屋 对米的品质可以说是淹几百关 受到大家的困点陷糊了 我们过去 我们是一个进口 这个日本的月光米进口很多 所以当年农亭为了这 一直要把替代进口的部分 缩短食物里程的部分 我们一直在努力 我相信 我们要怎么来进好米 要让社会真正的好米 这都有方法有步骤的 当然农亭常起来 在这个教育方面 还有这耕耳栽培 甚至管理 可以说是给我们农友非常多的帮忙 要进入中米达人的冠军 实在是非常不简单 除了在栽培的时候 就要做好 还有中市董的管理 新出来的米 无论是外观 合成是品质也都要减格 农亭也期待 定来的农亭冠军 可以在全国比赛当中 抵抗好的心致 农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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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战 麻烦了 他的 osob UNC 明确的农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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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